一群人急在马路上 下一秒 这群人突然拿起球棒 毫不留情地往白色轿车车身 用力猛砸 清脆的敲击声 半夜听起来特别清楚 一群人越敲越起劲 还不断欢呼大叫 甚至还有人在一旁拍影片留念 行径相当嚣张 不过这样还没完 早安车再冲到旁边 骂几句脏话 一群人才满意离开 这件砸车事件发生在新竹湖口 凌晨四点多停在路边的三辆汽车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 被一群人狂砸爆打 超级无辜 警方赶到现场后 砸车的人早就跑光光 警方也立刻调阅监视器追查 车停路边却无辜 被陌生人砸车车主 只能自谈倒霉 至于这群人 为什么要砸车破坏 警方还要陷入调查 接着和梦前王云霆新竹采访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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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